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是升起金宗塔利国家的阵地了 我们凡夫能不能往生时报装映图 答案是肯定的 那这十条我们能不能做到 答案也是肯定的 你做不到是因为你没看破 你真看破了 怎么会做不到呢 这个世经 自私自利 明文利亚 无欲留成 贪嗔之慢 你为什么放不下呢 因为你没看破 你真看破了 这东西是假的 一样也带不去 大臣教里面讲得这么清楚 你真明白了 你就真放下了 那 阴光大师 他老人家叫我们 那这就是他怎么放下的 他天天想一个字 死 你看他的念佛堂 他官房里面很小的念佛堂 大概只有我这个摄影棚一半的 很小 我去看过 只有一张小桌子 四方的桌子 供了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 就一尊 我看到一堆那台 一个香炉 一个小沁 一个小沐浴 其他就没有了 佛像后面写了一个大字 死 应足自己 教人一如是 叫我们常常想到 死临头了 你想什么 马上就要死了 你想什么 这个时候 你要打妄想 还想东想西 你就搞轮回去了 最后一念 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通到轮回去了 你做个话 所以这个时候 念念不忘的 就是一句话 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印足教我们常常 想着这个字 不要害怕了 人家看到这个字的机会 说佛的人 看到这个字 提醒自己 警觉自己 这个字就太难得了 我常常勉励同学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都把今天当作我最后的一天 明天没有了 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 我今天要想些什么 要干些什么 不能再干世界事 要干极乐世界的事 极乐世界的事 能带得去 永恒的 事件事是假的 一样都带不去 你把这个放在心上 你就错了 那这个事件 人也好 死也好 好死也好 坏死也好 与我都不相干 应当常坐如是惯了 我们自己才心才自在 才清静 才不受干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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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